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原本這一期影片的主題是打算推出之前所說的新系列 但由於那部作品我還沒看得很熟 沒有辦法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文案 然後又突然想到 其實白鳥哲還有一位球員是很值得談 但我一直都沒有談的 那個人就是一年級的主攻手,武色弓 所以這次就先決定製作這名角色的人物制 而這個先談武色弓的操作 大家可以把它簡稱為先色弓 由於影片會提到原作的內容 如果你有看完這部作品 或是動畫檔的各位 在觀看之前球皮三思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喜歡排球少年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全人介紹 白鳥哲在劇中是一所非常著名且高級的私立完全中學 它位於日本本島東北部的工程縣 該縣是日本東北地區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約佔了四分之一 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東面太平洋、西陵澳宇山脈 也因此當地的農業和漁業都非常發達 而工程縣的縣制、仙台市 同時也是東北地區最大的都市 居有45%的人居住於此地 田首縣出生的國官老師 在高中畢業之後 就是到了工程縣的仙台設計專門學校就讀 並在此地居住了8-9年 對這個地方可以說是非常的熟悉 也就是因為這樣 老師才將工程縣作為排球少年舞台的起點 環鳥者高中排球社是全國大賽的常客 社團的成員大部分都是遭受在國中時期就打出好成績的體保身 球隊內部的競爭非常激烈 每位球員都為了能夠上場比賽而辛苦的訓練者 所以能夠成為正選選手的人都是強者中的強者 而當中有位球員在一年級的時候就從競爭積業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他就是今天要介紹的人物 虎色宮 虎色打的位置是主攻手 是當時唯一一位一年級就成為先發選手的人 身高為181.5公分 體重69.5公斤 喜歡吃的東西是頓蝶魚 而認為能力總分為21分 其中彈性、發發率與技術為4分 而力量、速度以及頭腦則是3分 他外表最大的特徵就是頭頂上的那顆合同紅 據說天童以前也是留這個髮型 或許是因為五色的名字有個五 胡安老師曾經說過 他很常把五色的背號畫成五號 但實際上五色的背號是八號 而五號則是天童的號碼 胡色的個性非常單純且好懂 只要被別人稱讚或是崇拜 就會立馬飛上天 連名上一秒才被教練罵到湊頭 卻可以在下一秒 因為學長一句鼓勵的話語而立馬振作起來 由於胡色還只是一年級 周圍都是學長所以可能也看不太出來 但其實他除了對自己之外 對別人的要求也很高 只要隊友做得不好就會無情的開噴 他就曾經在合處期間 因為越島球局的太爛而直接破口大罵 甚至有一次還在比賽中直接對牛島說 居然被一位默默無名的一年級給欄望 可見你還有努力的空間 煩鳥者之中敢這樣對牛島說話的人 大概也就只有五色了 可以預期 未來升上高年級之後 應該會很常看見 學弟被五色墊的畫面 情況五色已經被就讓教練預定成是 未來王牌的接班人 但五色的人已經想要用實力證明自己 是一位不輸給牛島的主攻手 也因此他時常會在比賽的時候向牛島下贊帖 只不過牛島當時一直沒有把五色當作是自己的競爭對手 但這並不代表牛島看不起五色 只是理性的覺得 目前的五色和自己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所以與其把目標放在自己的身上 非應該打好基礎 一步一腳印的往上爬 牛島就曾經在比賽中肯定過五色的實力 認為他只要拿出應有的實力 就是把鳥折的另外一位王牌 雖然比賽的經驗有些不足 但五色在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優秀 一點都不會輸給二三年級的選手 甚至我認為 在一年級選手當中 論綜合實力 五色只輸給尹三而已 在村高線內預選賽和烏野的五局大戰 五色跟牛島一樣從頭打到尾 整場大力跳發 全力扣球都毫不手軟 雖然他扣球的次數不像牛島那麼多 但五色所承受的壓力絕對不會比牛島還要少 首先 因為五色是下一任王牌 教練對他的期待特別高 所以只要一犯錯就是一陣挨罵 有打過竅隊的人應該都很清楚 在比賽中被教練罵 是多麼精神折磨的一件事情 不僅如此 五色還是烏野發球的主要進攻對象之一 尤其是東風還有山口 有不少球是刻意瞄準五色來拔的 仔細想想也蠻合理的 發球要嘛是發給得分能力最強的人 讓他無法參與後續的進攻 要嘛發給接球最菜的人 讓他接不好或是直接發球得分 而百鳥折的核心戰術 就是讓牛島來攻擊 所以大多數情況下 都會安排一位球員來cover牛島的一傳 所以很難單靠發球來牽制住他 相較之下 五色就沒有這麼好的待遇了 接球必須要自己來 而且他不僅是把鳥折先發名單中資地最淺的 同時也是一名主攻守 所以瞄準他來發的效益是最大的 一方面可以賭他的失誤 另一方面也能多少牽制住他的攻擊 不過五色自己一定也很明白這一點 畢竟他可是有在IH 跟著球隊打過全國大賽的經驗 雖然接球能力還有帶加強 很多球都沒有辦法傳到位 不過他的判斷力和腳步都在水準之上 除了少數幾球因為經驗不足 加上過於急躁的關係 而沒有處理好之外 大多數的情況下 五色都至少可以把球給碰起來 而在一年級強化合數2對2的訓練中 面對到國劍的假動作 五色也可以迅速地做出反應 要知道 國劍算是一年級球員當中 球傷數一數二高的 他的六維能力中的頭腦是滿分五分 雖然很常在比賽中偷懶 但也很擅長動腦並利用小技巧來取分 如果要說五色最出色的技巧 那絕對就是他的直線扣球了 在對上屋野的那場比賽裡 五色就靠著如同穿針影線般的直線扣球 攻下了好幾球自勝分 其中有一球是在影山以及預判到 且籃網已經就位的情況下 五色依然可以瞄準籃網以及標誌感之間的空隙 扣出了一技插到影山右手臂的打手出界得分 排除運氣這項因素 這球必須要有非常細膩的控球以及膽量才有可能辦到 如果球路出現一點偏差 沒有插到兩碗遠的手 球就很有可能直接落到場外的10分 除此之外 攻擊手的手或是球 只要有那麼一點點碰到標誌感的話 都算是犯規 可見五色真的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印象中 五色的直線扣球 只有一球有被屋野防下來過 而那一球還是因為尖遠很清楚 單靠籃網基本上阻止不了五色的直球 所以才會選擇和日向封鎖斜線 讓後排的大地去和五色正面對決才勉強擋下來 不過強調之下 他的斜線扣球就比較沒有什麼威脅性 這也是五色限裂段努力想要補強的部分 而在發球方面 五色所使用的是大地跳法 雖然穩定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不過卻很有威力 而且只要情況允許 五色還會突然來個前場的慢短球來破壞對手的節奏 通常一年級就拿到正選位置的人 很容易遭到學長姐們的眼紅 畢竟大多數人在一年級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上場機會的 但五色和學長們的關係卻很不錯 賴劍跟詩音這些大學長都很看好五色 還會不時的給他加油打氣 而五色私底下也會和天童及白布 一起在宿舍裡面看比賽轉播以及討論排球 只不過他跟牛島之間的關係就比較微妙 五色明明敢在球場上跟牛島相聲 但私底下卻不太敢向他請教與關於排球的事情 只要等到白布指數的激將法說 在付諸行動這點來說 現在人裡確實慢了烏野的10號一步 這才讓五色驚覺自己在這方面真的有待加強 而除了前面提到的斜線扣球之外 在街棒板鳥者下一站王牌之前 我認為前列段的五色還有一些課題需要面對 首先是穩定度的部分 五色的球技雖然好,但卻不夠穩定 常常會因為過度想要展現自己而發生失誤 除此之外,在關鍵時刻也很容易晃 在對戰烏野的第五局,五色就因為觸網失誤 加上對手的分數不斷追著上來而亂的陣腳 進而誤判了三口的發球弱點 雖然只要隊友及時給予鼓勵 五色就能夠振作起來 但若是想要成為一名支撐球隊的大王牌 就不能總是依賴隊友 而是要反過來成為隊伍上最強大的依靠 再來是接球的問題 雖然我前沒有提到 五色的腳步跟判斷都很不錯 基本上都能夠把對手強勁的發球給接起來 但接著起來是一回事 接不接得好又是另外一個課題 在對戰烏野的那場比賽裡 五色有很多時候沒有辦法把球漂亮的傳到二傳手的位置 導致白布經常沒有辦法在最佳的狀態下取球 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手發的好 不過既然是以牛島為目標 就應該要不斷的精進自己 往更高、更遠的方向前進 牛島雖然很少參與預傳 但他的接球能力也是頂尖的追準 曾被積極學習接球的日向評價為 動作精準且不拖泥帶水 雖然在牛島畢業之後 煩鳥則不再像之前那樣那麼有宰治力 工程縣的其他學校開始冒出頭 除了屋野之外 伊達工業也至少拿到過一次參加全國大賽的門票 但這並沒有影響五色的發展 他在大學的時候就成為了一名職業排球選手 和同身一樣 效力於日本V-1超級聯盟的碧色火箭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於五色是否要有更多的看法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用忘了我爆一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